我們看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三角形ABC 那這個AB是等於5 然後AC是等於13 那這個角是直角 那I是這個內心 I的話是直角三角形的內心 那麼他用IC是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我就由內心做三邊的垂線 這個都是半徑 內切勻的半徑 這我們叫R 這個的話這會是垂直的 所以這四邊都一樣 這也是R 那現在我們先把R算出來 R怎麼算 我現在把直角三角形 切成三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面積是R乘以這個邊長 除以2 這個三角形是這個邊長乘以高R 再除以2 也就是說整個三角形的面積等於R 高乘以底 底的話就是這個長度 因為這個是直角三角形 因為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這是13 這5的話 這裡應該多少 這應該是12 5 12 13 那個直角三角形 R乘以12 高乘以2 除以2 就是這塊面積 加多少呢 加R乘以高乘以低 除以2 就是這個三角形面積 高 高 乘以低 加13 就是底層高 就是底層高 除以2 這個三角形面積 那這個就等於總三角形面積 這就等於底層高 因為這是直角 底層高除以2 12 乘以5 除以2 那這樣R就算出來 這個多少呢 這是25 25 25 25的話 加5是多少 30 所以R的話 是等於30分之5 乘以12 3 4 12 這是10 或是6 6 5 30 所以R的話 R等於2 所以這個 內缺一半就是2 那這是2的話 所以這是10 我再畫一個 這個R是2 那這個的話 這也是2 所以DC DC是等於10 那這樣的話 我IC就曉得了 IC就等於根號多少呢 這個平方 2的平方 加10的平方 等於多少 根號多少 100 加上4 104 不過可以抽出2來 抽出2來的話 這個就是1 1的平方 加上5的平方 所以是2 所以是2 根號多少 26 所以是2 根號26 是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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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